哈喽大家中午好 我们两个今天工具守完了 然后准备回去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东西收拾到大姑子家这边了 现在大姑子家他们也要上去玩 所以把东西放在他们坐的车里面 我们两个坐摩托车走 一袋是衣服一袋是床带和被套 就是在工具里面说的那些 这些要拿走 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那个是给小黄狗的饭 腊肉还有米饭 走吧 看现在呢又买了两根火腿床 夹在里面给它吃 今天虽然出太阳但是有风 我们两个呢得话要去工地那边 把我们两个住的那个房间打扫一下 把那个垃圾收起才行 人家还有人过来住的 看母狗的话他大老远的跑过来 迎接我们两个了 他可高兴了我们两个过来 他那个屁股一直在那 他的尾巴一直在那甩 这狗狗真的太可怜了 没人管他 坐着 都在吃门 好看这些小狗狗 看母狗的话 只有我们两个在他旁边 他才安息的给他的宝宝吃奶 不然的话他听到一点动机 他就起来 大姑子他们上来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买两只鸡 上去啥子吃 现在摩托车也没油了 现在加油 我们也在摩托 大姑子他们的话 刚刚早就上去了 不知道现在到哪里了 看现在呢已经到半路了 还有20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走吧 大姑子他们的话 早就已经到家里面了 已经在家里面 等着我们两个了 现在呢已经到上面 看下车了 有油 别说吧 你戴上去 没关系 你戴上去 你戴上去 戴上去 肴上去